航空城的徵收案件 已经差不多10年左右了 很多人也是一直在等着航空城开发 那我们希望说国家的建设 是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的徵收 都一定要能照顾得到 那现在政府的政策 它大约照顾到60% 剩下40%的弱势 它还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到 所以说我们今天 大约有差不多 第一个我们希望说 先见后签的部分 它已经有答应了 第二个它程序委建的部分 135%它也有答应了 再过来就是说 它优先搬签25% 第二次搬签20% 第三次搬签15% 那第二次跟第三次 有60%的门槛 我们希望说它把门槛给拉掉 才不会40%对付60% 造成人民的歧视谩骂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跟它看来 我们一路走来 我们争取一部分 它就放一部分 争取一部分它就放一部分 但是最重要 整个总体 整个就是说 它平点还是没有办法提升 我们一直讲说 平点要比照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已经15.2%了 我们还12.2% 那差三块钱 那等于就是说 这间房子 新北市来查股 比如说1520万 我们剩下1220万 差300万之多 所以说这个活动 我们后面还持续的去 会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一定要希望政府 他把平点提升 那再过来就是 兴建安置接锅的透天座 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能让他们临悲战 最重要我们今天的诉求就是说 重电家人临悲战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 好谢谢 谢谢